汉堡男孩 维尼讨厌蔬菜 讨厌胡萝卜 讨厌豆子 西兰花 圆白菜 西红柿 生菜 菜花 蔬菜 反正所有的蔬菜 只要是蔬菜 维尼都讨厌 维尼喜欢汉堡 最喜欢汉堡 除了汉堡 他什么都不吃 妈妈很担心 他说 维尼 你只吃汉堡 小心有一天 你会变成汉堡 维尼真的变成了一个 大大的 大大的汉堡 维尼刚从汉堡店走出来 一只狗就跑过来 闻来闻去 嗯 好香啊 说完 这只狗还张大嘴巴 想吃掉维尼 就在这时 维尼听到了妈妈的声音 危险 维尼 快跑呀 维尼 维尼跳起来 拔腿就跑 那条狗在后面追 好香啊 汉堡的味道 你别跑 别跑 维尼一边跑 一边大声喊 我不是汉堡 我不是汉堡 我是人 不要追我 不要追我 可是狗还在拼命的追 而且数量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一只 两只 三只 四只 五六 七八 九 十 十只狗 在追着维尼跑 这些狗 吼叫着 追赶着可怜的维尼 嗯 好香啊 我有一口吞着你 这个汉堡小子 你别跑呀 别跑 维尼接着跑 他跑啊跑 拼命的跑 跑啊跑 维尼跑到了野地 哦 就藏在这里吧 这儿比较安全 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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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尼 抬头一看 大块头的牛儿们 在盯着自己 原来啊 这里是养牛场 有很多很多牛 他们愤怒的喷着粗气 喂 你这小子 你知道你是拿什么做的吗 是拿我们的肉 哦 不 我不是汉堡 我是人 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维尼再次跑起来 他穿过养牛巢 跨过小河 跑啊跑 跑啊跑 维尼拼命的跑 十只狗和一群牛 在后面拼命的追 汉堡 汉堡小子 你给我站住 维尼看到 几个在玩球的小男孩 他喘着粗气说 救救我 快救救我 我要被吃掉了 几个男孩停了下来 他们使劲盯着维尼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男孩们流着口水靠了过来 哇 大大的汉堡 太棒了 正好肚子饿了 吃掉你 我不是汉堡 我是人 求求你们不要过来 可怜的维尼 跑过山 越过谷 跑啊跑 跑啊跑 拼命的跑 为了甩掉大狗 熊牛 还有饿着肚子的男孩子们 维尼拼命的跑着 哦 不 维尼发现 宽宽的马路 阻断了维尼的去路 维尼被困住了 前进也不行 后退更不行 怎么办呢 现在的我是巨型汉堡 这样下去 一定会被吃掉了 就在这时 一辆白色面包车 来到了维尼的身边 吱的一声 停了下来 车门开了 快点快点 上车上车 哦 安全了 坐上车 维尼 终于可以安心了 啊 太好了 得救了 可维尼 做梦也没想到 更可怕的事情 正等着他呢 这辆白色的面包车 停在了汉堡店门前 一个冰冷的声音 传了出来 来 大家快来吃汉堡 来尝一尝巨型汉堡 不常会后悔哦 欢迎光临 哦 不 我不是汉堡 求求你们文师人放过我吧 不要吃我 外面的客人们 听到汉堡店里 有一个大大的汉堡 还会说话 大家 吃惊极了 汉堡居然会说话 太厉害了 切汉堡的刀子 逼近了维尼 它就要被切成两半了 啊 怎么办 已经无路可走了 就在这绝望的危急时刻 妈妈跑进来 大声的喊着 别碰它 不要碰我的孩子 妈妈把维尼领回家 给它吃了水果和蔬菜 慢慢的 慢慢的 维尼的汉堡身体 开始变化 终于变回了人的样子 哦 太棒了 太棒了 我变回人了 得救了 我凡事再也不吃汉堡了 维尼真的做到了 胡萝卜 彩花 生菜 西兰花 还有各种豆子 维尼喜欢吃蔬菜 最喜欢吃蔬菜了 而且现在 它只吃蔬菜 以前 维尼可是 只吃汉堡的 妈妈又担心的说 维尼 要注意啊 你这样只吃蔬菜 小心 小心 变成蔬菜呀 你这样子 吃蔬菜 你这样子 看着我 你这样子 你这样子